谢谢 在六章十节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祂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就是说完了一切之后 说末了的话 就是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这是指最后的征战 我们是因信神而得救的 有这灾阳彻底 完全会褪去的日子 当知道三个的时候 这撒旦的本性是为了败亡大家 所以耶稣基督来 他第一个做的事情 就是打破了撒旦的势力 所以说女人的后裔 比伤蛇的头 基督打破了撒旦的势力 并且赐给了我们这个权柄 有能力的能力 有能力的这撒旦甚至知道我们相不相信这些内容 但我们知道这个而祷告的时候 灾阳都会结束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话 撒旦也说了 保罗我也认识 耶稣我也知道 你是神 直到最后想败坏大家的撒旦呢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基督是谁 所以最讨厌传讲基督 而且非常熟悉大家 是否知道或者是相信这个事实 他也非常了解 但非常痛心的是韩国的教会 如果提起这个撒旦的话 非常不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牧师叫金基东牧师 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思考 有很多信徒被金牧师的教会给带走了 他们害怕这个 所以害怕提这个 金基东牧师的鬼论分明是错误 但是很多人跟从了他们 甚至教会一天就有500名信徒 在他们教会登记 但是即使这样 不应该牧师因着这个事情而害怕 所以只要提起撒旦 他们就非常讨厌 我们应该照着圣经去做 金基东牧师他并不是基准 圣经是基准 圣经如果不知道撒旦的话 不可能得逃 而且赞扬不会停止 所以说要赐给我们全柄 这些人可以见到蛇和蝎子 而且能够胜过仇底的权柄 最先见到门主的时候说 呼召你们为的是与你们同在 又出去传道 又赐给你们赶鬼的权柄 为什么 世上的人百分之百被鬼欺骗 美国有那么多的教会 却无法理解 现在三个主族正在开展 拿菲利运动 是基督打破了他撒旦的权柄 而且把这权柄又赐给了我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知道瞬间会兴起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争战不是属于血气的 你们的争战是与撒旦的争战 那么我们查看一下当时的背景 看一下当时的背景 是怎样的状况呢 这圣经是在主后62年左右记载的 但是主后70年以色列王国 얼마나 심각한 얘기입니까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耶稣把门徒们叫到橄榄山 40天之旧 肯切讲述的时候 分明也提起了这件事情 讲解一切未来事情的耶稣 也赐给了门徒们 这个70年之后 以色列王国的mission 还有 在那后面 罗马的逼迫持续了250年 是非常庞大的 想想看 如果我们是让的逼迫 会延续250年 你们会说什么呢 有些人只是受到了 逼迫一年三年 他就说我不信耶稣了 但是他们的逼迫 一直长达250年 这多么惊人 但250年之后 成就了罗马废话 所以耶稣次给保罗的最后的信息是 你们的征战是 与撒旦的征战 不是这样的长度 长达1900年 以色列在所有所处的地方 被杀害 屠杀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以色列经历了 如此大的苦难呢 我们应该快快明白 被减少的国家和以色列百姓 为什么一直遇到这样的苦难呢 也没有太大的错误啊 其实把耶和华的律法 遵行的最好的就是以色列 但为什么临到这样的痛苦 这是实际发生过呢 在那之前是成为了强大国的奴隶 还有俘虏 但是在主后70年又一次亡国 罗马的逼迫长达二百五十年 后来他们的后代 一千九百年流离彷徨分散 答案在非常简单的地方 是什么 因为没有传讲福音 你们不能相信吧 因为没有传讲福音 撒旦除了基督之外 他一切也不害怕 所以一直经历了困难 우리는 복음받은 것이 얼마나 놀라운 것인가 하는 거를 信号上往来的生活 别 처음은 못하잖아요 这文明说了 福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 起义的恩典 信号生活时间越长的人 越不能体会这个 이번에 어떤 목사님이 제게 보고서 올린 읽어보니까요 참 외국에 나가고 복음 전하는데 이 사람들이 복음 듣고 엉엉 운다고 안 합니다 这次有位牧师 向我提交了一个报告 里面写着 他去某一个国家 去传讲福音 这些国家的人 听到了福音之后 就哗哗痛哭 只是去传讲了基督 但是有病人 从病床上起来 得到了治愈 会这样的 이런 거는 한 번도 못 봤잖아요 当然我们一次 也没有见过 普通 사람 아닙니다 不是普通的人 그리스도 역사는 한 번도 못 봤기 때문에 이게 무슨 말인지 성경이 도체 이해가 안 되는 것이지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基督的名 兴起了怎样的神迹 所以这圣经 到底在讲什么 无法理解 이렇게 허감을 꺾은 이 그리스도를 받아 놓고 설명을 안 하는 거예요 领受了 蛰伏黑暗的基督之后 他们就不去说明 그리스도를 이스라엘 땅에 보냈는데 자기 나라의 메시야라고 생각하고 복음 전하지도 않은 거예요 把基督拆拍到 이스라엘地 但是认为 是自己国家的福音 所以没有去传讲福音 여러분 결국은 이 복음에 대한 거 모르면 여러분 옛날으로 돌아가야 됩니다 如果大家 没有知道 这有关福音的内容 就會回到过去的 그래서 그걸如何 하느냐 이 사탄이 인간을 멸망시키기 위해서요 那谁在做这个呢 是 사탄为了 灭亡人类 자 그 이후에 보세요 在那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사실은 1948년에 유엔에 의해가지고 이스라엘이 독립된 거예요 其实 1948년 이스라엘因着 联合国的帮助 所以能够独立 이제 이스라엘 나라는 本国으로 돌아가라 쉽게 말하면 회복시킵니다 거기에 1948년 우리나라하고 비슷하죠 跟我国很相近 무슨 일이 벌어졌습니다 在这之后 发生了怎样的事呢 완전히 삼단체가 일어나기 시작해요 그래서 이 이후에 많은 종교들이 일어나기 시작해요 그러면서 말이죠 영적 전쟁이 시작됩니다 왜 우리 보고 이 싸움을 하가는지 이유를 알아야 됩니다 이래서 영적인 재앙이 모든 곳에서 임해버린 거예요 본 적이 없으니까요 여러분 이제 어지간하면 여러분 이제 기도하면서 저 멀리 성교지 갈 때는 가서 메시지만 듣지 말고 현장에 가보셔야 돼요 어떤 면에서는 저 어려운 나라들 인재도 우리가 불러와서 메시지 듣고 이렇게 하면 하나님 역사로 죽긴 한데 실제로 여러분의 현장을 봤어야 돼요 심각합니다 나는 유럽 갈 때마다 늦게요 본인들 그리고 자기들도 왜 사는지 모르겠대요 그냥 뭐 이렇게 깜빡해요 초중되면은요 그래가지고 말이죠 구석구석에서 마약하고 그리고 희망이 아무것도 없어요 그러니까 말이죠 축구 그게 다요 축구 그리고 선수 하나 천억씩 주고 불러잖아요 아니 우리가 전도사님들 불러는데 천억 줍니까 무슨 말이죠 선수 하나 천억씩 주고 불러서 운동식이다 그거가 열강해 그런데 그리고 막 자살하고요 그리고 또 突然自殺 우리 렘렌드하고 그랬어요 교수님이 그러더러 안 합니까 너희들이 정말 작품을 만들려면 마약을 해라 교수님이 유럽에서 이런 상황입니다 또 어떤 단체에서는요 자꾸 자기들하고는 대화를 안 하더래요 자기 말고는 싹 동성애자 대화도 안 되고 대화도 안 하고 이런 속으로 우리 렘렌드들이 갑니다 영적 무장해야 돼요 더 웃기는 거는요 나라는 얘기할 수 없고요 그날에 한 집에 십구 다섯 명 사는데 세 명이 정신질환이냐 어떻게 해야 됩니까 한 명이 힘든데 세 명이 정신질환이냐 이家有一 명精神病 也是很难受的 但是 이家 就有三个人 是精神病 가만 눈을 뜨고 이 사탄이 완전히 그러고 교회는 복음 말하지 않습니다 그리스도 말하지 않습니다 이 사탄이 완전히 덮어갑니다 그래서 하나님이 전도자 바울을 통해서 너희의 마지막 싸움은 혈과 육에 대한 싸움이 아니다 앞으로 어떻게 되겠어요 앞으로는요 将来会如何 더 오겠죠 会到来更多的 AI 시대 지금 거의 다 바뀔 겁니다 그래서 오늘 우리 고3 학생들 보고 그랬는데 부모님 말 선생님 말 잘 존경하되 준비 새로 해라 그랬으면 너희들 때는 완전히 달라요 지금 4차 산업 시대 그래서 온통 영정 문제 시대 그래서 오늘 답을 준 겁니다 오늘 여러분이 예언약 부착고 한 명이라도 기도 시작해야 됩니다 그 첫째가 뭡니까 세상이 가르쳐주지 못하는 것 못해요 지금 세상이 가르쳐주지 못하는 겁니다 왜 그렇습니까 세상이 가르쳐주지 못하는 게 지금 우리의 싸움이 뭔지 아무도 가르쳐주지 못해요 왜 그렇습니까 에베소 6장 12절입니다 자세히 보세요 큰일 났죠 우리 사단이 뭘 움직이느냐 정사를 움직입니다 사단在运作什么 是运作正事 그리고 사단이 힘 있는 자를 움직입니다 권세를 움직입니다 그 다음에 어둠의 세상 주관자들 이들을 움직입니다 사단이요 장관 요한 세계 이 사단이 장관 하늘에 있는 악의 영들을 움직이는 게 사단이다 而且运作天共属灵 시다 악魔的 也是 사단 진짜 오늘이라도 기도하셔야 됩니다 今天也好 大家应该祷告 우리나라에는요 무슨 일이 생길지 몰라요 我们无法预测 我国会发生 怎样的事 对吧 어느 날 사단이 정치하는 사로잡아 버리면 전쟁 터뜨리는 겁니다 有一天 사단如果 掌管了 政界人士的话 也会发生战争呢 사단이 하는지 성경 분명히 이 사단이 정사를 움직이고 희민 는 자를 움직이는 거예요 那是 사단的作为 성경明确在告诉我们 是 사단在运作 执政的 还有掌权的 그래서 너희는 무장에서 무시로 성령 안에서 기도해라 所以你们该 装备起来 随时在圣灵里 要祷告 这就是最后的 征战 不是属血气的 征战 不是属世人 征战 不是在教会里 与人 在征战 与 사단的 征战 要开始 要祷告 事实上我过去 没有知道 这些事实 因为教会 没有教导 圣经明确有 知道这个之后 我就想到 应该祷告 这 사단 从很久以前 用创世纪三章 六章 十一章 这个十二个战略 彻底在败坏 人类 那将来会发生 怎样的事呢 在启示录十二章 一到九节 正在说明 将来会带着 巨大的能力显现 使世界陷入在 混乱之中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都会被绊倒的 会带着强大的力量 来颠覆世界 但不要被欺骗 所以有神 仅次给基督徒 告诉我们要穿戴 全副军装 为什么 为了与撒旦争战 并且下面 一一的出现内容 因为我们的争战 不是输血气的 而是与撒旦在争战 应该怎样穿戴 全副军装呢 我们从头部 圣经这样 说明了群体 我们为了简单的理解 从头部开始看 要戴上旧恩的头盔 是指什么 是得救的确信 我是得救的神的儿女 是这个确信 没有这个就会攻击 而且胸前要戴上 公义的护心镜 戴上护心镜 才能够保护 不仅有得救的确信 也应该有 对得救的感激 还有什么 要戴上真理的袋子 有真理的袋子 才能去打仗 我上中学的时候 在休息的空闲时间 就开始出题 大家猜谜语等等 有一个学生站出来说 拿破仑在过阿尔贝斯三的时候 他为什么戴上了 红色的皮带呢 然后我们每个人 头脑中想着 为什么戴上红色的皮带呢 所以没有人回答 然后这个同学呢 就说是一个 让人没有想到的话 为什么戴上了红色的皮带 因为没有戴红色的皮带的话 裤子就会掉下去 所以我们大家都笑了 虽然笑了 但是说的有道理 因为戴上了袋子 才能够走路 所以用真理要戴上袋子 用真理的话语 戴上袋子 还有什么 一手要拿着藤牌 这个藤牌是信心 能够抵挡任何的攻击的藤牌 还有一手要拿着什么 要拿起剑 能够胜过任何仇敌的剑 而且提起了鞋子 要穿上福音的鞋子 这个鞋子呢 要适合你的脚 对不对 如果我穿上一个身高 190的人的鞋子的话 就不适合 对不对 要穿上适合我的脚的 福音的鞋 然后最后一句话 要随时在圣灵里祷告 就像你们手里有手机一样 军人去战场打仗 需要一个无线电话 就像要随时在圣灵里祷告 이러면서 아무도 줄 수 없는 武器 而且赐给了任何人 都不能给的武器 这个武器是什么 今天本文的一佛所说六章 十八节 大家从现在起 只要有定制祷告的秘密 就能够得到答案 大家从现在起 只要有集中祷告的答案的话 就会产生能力 如果得到今天本文中提到的 随时祷告的答案的话 会怎样呢 如果有随时祷告的答案 就能够承担守望者的使命 大家用生活 身体还有时间 要恢复祷告 那就能够担当守望者的使命 꼭 얘기해 줘야 됩니다 我们人们到外面的世界之前 应该带着祷告的奥秘出去 有很多考试 比如说公务员的考试 行政考试 还有医师考试 但是没有属灵的力量 出去的话 会受到很大的攻击 要带着明白 祷告的奥秘 带着属灵的力量出去 我这次去美国说了这样的话 要做能够利用我身体的祷告 那时间表呢 应该好好利用 我们的早晨 还有晚上的这样的时间来祷告 要开始做能够利用我生活的祷告 这就是随时祷告 只要有这个祷告的力量的话 你们所到的地方 必定会能够 心起神的做功 而且黑暗的势力 必定被捧绑 要恢复这个 因为我们的争战是与撒旦的争战 是与执政的掌权的 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与这个撒旦的争战 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而且要建立忘了 随时在圣灵里祷告 大家仔细听一下 最近的信息 这不是我讲的 所以大家听完之后 一定要建立起来 是耶稣讲的 在我里面建造七个忘奥 借着祷告 借着这个祷告看看吧 而且接着祷告 享受七大旅程 还有预先看见的 CVDIP 只要享受这个就可以了 只要做这个祷告的话 你们从圣经中会看到 之前没有看过的 所以要打开 所以要打开 应该让他们提前能够知道 提前能够拥有 必须该做的 这是我们教会 该做的圣经中有的重要的 应该把这个告诉我们的后代 如果现在没有告诉我们的圣经 他们出去之后 平生会受苦 会很难 虽然开口没有说 但是我们的圣经 当圣经的世界 他们很苦的 要建立忘怒 要刻印 而且帮助他们能够踏上 神造就的路 更重要的是 让他预先蒙应运 要带着身上出去 因为教会开始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了祷告 而且以马尼里所尔教会 开始有圣殿建筑的时候 已经开始祷告 还有以马尼里釜山 魏山苍原 已经都开始建筑 因为一直为这些祷告 所以神赐给了怎样的应允呢 三个院子 二三七治愈 把确实的神的话语 让我能够形成二十四 虽然过去也提起过这个单词 但是能够二十四在我的祷告里 如果大家是已经住进了 二十四祷告的人的祷告里的话 肯定有人为我祷告 如果有人二十四为我祷告的话 肯定在灵里会生成很重要的沟通 保罗和他的圣徒正是如此 愿这周能够恢复这样的能力和祝福 愿能够建立起 只能蒙英明的神的望楼 愿神来做功 让我们能够走上神所预备的旅程 让我们预先带着神赐给的应许 能够去得胜的现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在非洲百分之百的人都生病了 他们的后代在死去 先进国家因为毒品和精神病 陷入到混乱之中 教会因为关心别的 所以都被拆毁 这些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这些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能够带到这里来种下基督 因为我们现在的灵魂 能够在那里被使用 而且能够兴起一千万门徒 凭着信心所现的礼物 能够成为光的经济火起来吧 所有问题的解决者 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无限的答案 和圣灵有能力的工作 愿将您在今天明白 我们要打的征赞的理由 的神的人头上 从今直到永远 常常同在 阿们